各位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溫解幾個課題的概念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條題目 分別有1條、2條、3條、4條 你會看到用一幅圖能溫解四個場景的問題其實都挺過癮的 所以今期的學習要點中要說什麼呢? 第一件事,很多時候同學的掌握都不是掌握得太好 你會看到答對比率比較低 36、43、73、67 有兩題都是低於一半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要掌握的就是1 很多時候人們會覺得大腸吸水是最多的 其實下去應該是小腸吸水是最多的 那怎樣利用到我們學過的心學原理去解釋呢? 第二件事,資質運輸的路徑大家是要掌握的 以及當中裡面有一些點大家是要掌握的 以及一些持戶上的運用 第三件事,經過器官之後 血液成份的改變 其實很多時候血液其實你當是一條水管這樣 去到一個地方,即是去到那個器官的話 其實要看回那個器官的性質 那個性質如果是肺的話 有機會可能氣體的成份有所改變 那這件事怎樣去處理呢? 而第四件事就是 血液流經的路徑究竟我們怎樣處理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一幅圖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從哪一道開始呢? 我們不如試試從心臟開始 大家同學你要記住 當我們讀心臟的時候 一定有些口缺的 口缺就是左二、右三 OK? 左二、右三 我現在用右手握筆 用右手握筆 但是呢 現在我們在這一部分裡面 其實是左手邊的 簡單來說 如果我用回我自己的照片去講解的話 這一隻是我的右手 右手握筆 這一隻是我的左手 但我的心臟呢 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就會在這裡看回相片裡面 我就會說 這一邊是 就是 左手邊 因為右手握筆 左手邊 而這一邊呢 就是 右手邊 OK? 那麼落到這一件事 你要留心的 而二和三是甚麼意思呢? 二尖反 和三尖反 好了 所以呢 第一條的問題呢 就是說 其實當這條微血管 回到心臟的時候 其實首先第一個位置 就是 那些紅血細胞 首先會到達甚麼地方呢? 左心實 OK? 左心實 OK? 那你就會看到 只有六成的同學 七成的同學答對 原因就是 可能它分不到左和右 好吧 那麼落到這件事 你要留意差清楚 OK? 好了 第一個場景我就搞定了 好了 然後呢 其實呢 就是想說肺循環和體循環 當心臟 滸血走的時候 其實呢 就會上去肺循環 OK? 好了 然後呢 在肺循環裏 其實有很多氣泡 OK? 當中裏面 有甚麼成份是會轉變的呢? 肺泡会进行气体交换 所以在血液里氧气的浓度会上升 第二件事,葡萄糖的浓度会如何? 其实葡萄糖的浓度会下降 为什么呢? 记住,肺泡里面也有细胞 肺泡里面也有细胞,也会用葡萄糖去继续呼吸作用 维持他的生命 所以很多同学去到这里的理解会觉得 葡萄糖的含量应该不变,其实是减少的 留意清楚细胞里面的呼吸作用 这方面的东西你要留意 尿素是如何? 其实很明显尿素是保持不变的 但是如果尿素,即是血液泵向腎,即是下面这里 有机会尿素就会下降 去到其实医温里面,我们就会详细提及 所以第二个场景我们就搞定了 我的想法就是 其实你看到我画了一幅图去理解 然后回到第三个场景 第三个场景又如何呢? 第三个场景就是那些血液回到心脏 刚才说了 这个 左心房,左心室,然后大动物 大动物,然后把血液泵向全身,泵向各个器官除了肺之外 OK? 有部份去了肝壮,有部份去了小肠 而小肠的范畴你又要留意 经小肠吸收了之后 大部份的脂质 其实首先是被运输去到哪里呢? 记住 其实如果去到消化管道 脂质就已经被消化 形成脂肪酸 和金油 去到小肠的话 其实在上皮细胞上 重组了 形成了脂质之后 再进入乳味管,然后经过淋巴管 胸管 然后回到心脏的位置 好,那情况就是有几个字你要留意的 就是或者地方你要留意的 上皮细胞 重组 乳味管 淋巴管 胸管 回到心脏 所以这方面你要留意 好了,接着去到小肠 还有什么要说? 肛门植物 我都想 highlight 它讲讲 因为小肠 吸收了养分之后 其实通常 我们会读 器官会博着植物 接着就回到心脏 通常就是这样 但是肛门植物 是器官博器官的 落到这方面你要留意 好了,去到最后 一个比较困难的concept 要讲一下 就是讲 小肠 吸收水分 其实是最多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首先 以消化的 食物分子 大部分的以消化的食物分子 我们是用分子的 因为我们是讲粒子理论 是 吸收 怎么吸收呢? 在小肠里面的 葡萄浓度 例如 以消化的食物分子 就是葡萄浓度 高于浪近 细胞的话 落到高浓度 扩散 去低浓度区域 那就扩散了 扩散了 在小肠里面的 水势就会上升 上升的话 就较过轮近的细胞的水势 所以 就会产生水势的梯度 如果产生水势的梯度 我们读过了 水分子 记住 如果用物质转运 很多时候 都是用粒子理论的角度来解释 水分子 就会借着 渗透作用 由小肠 进入 轮近的细胞 所以呢 其实 如果你是要 维持一个 吸收的话 有效的吸收的话 其实最重要就是 吸收了之后 好像上面幅图那样 其实下面 就有个微血管网 微血管的 作用 就是将一些 已消化的食物分子 吸收了之后 立即运走 立即运走 那立即运走的话 就维持一个 纠缩的 龙徒梯度 那纠缩的龙徒梯度 就是帮助你去吸收 已消化的食物分子 和 水分 所以呢 当你作答这条题目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用 那个 转运里面的过程 水分子 以消化的食物分子 你要掌握清楚这方面的东西 第二样东西 你要留意的是什么 其实 小肠 其实有几长 都好 其实不是 水吸收的主义原因 OK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定要 是 龙徒梯度 维持 抖潮 OK 所以呢 这段片里面 你会见到 一幅图 帮大家 解决了 四个场景的问题 OK 所以 都希望 展示给大家 愿意 其实 多些画图 多些理解的话 落到你就会觉得 生物科 很容易读的 OK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希望 帮到同学 去掌握 生物学的概念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